耳機都會影響聽覺 有本地的創業家 以專業的經驗和設計 創造出能夠保護聽覺的耳機 大受海外的市場歡迎 我小時候去聽耳機 的確是一件覺得挺神奇的事情 因為將一些我平時可以聽到的音樂 放在耳朵裡面細細聲 但時至今的科技 耳機已經可以聽到一些很細節的聲音 甚至可以作為一種助聽器的功能 究竟這種是甚麼的新技術呢? 一起來看看 William和Sandy兩夫婦 本來從事不同行業 後來兩人合作成立公司 研發以健康時尚為主的耳機 十年間已經生產多達8款的耳機產品 熱務分佈美國、香港和東南亞等地區 Sandy 我知道你以前是在某一間報行裏面做一個編輯的 那為甚麼突然間會有一個想法 跟先生一起去做這個耳機的研發技術和生意 我原本就在報章的國際版裏面做記者和編輯的 做了五年 當時都覺得是需要做一個轉變 考了一個獎學金 然後去了英國留學讀古典文明 然後去了德國進修德文 留學了一年 當時我先生是做講演員的 我家就有做電線 那不是天生一堆 耳機一頭就是講演員 一尾就是電線 我們一頭一尾 天生一隊 於是我們就合作去做現在這個生意 算是Wing Win Situation 2007年我和我先生當時也是因為我們的合作 令到我們由電線翻譯 就轉型為做耳機 今天大家讚不住口的A8技術 就是我和我們的師傅George Curtis 合作研發異性 我們在當中用了五六年的研發時間 用了超過三十種特殊物料 做過接近無數次的測試 我想都接近過萬次了 才有今天的A8技術 簡單來說A8就有四大功能 聖餘來說的四個英文字母 HEAF H是什麼呢 就是Hearing Health 即是我們要聽得健康 我們現在做的聲音 是用很低的音量 已經是足夠我們的享受 所以就不會選項我們的聽力 即是不用大聲的 不需要 E呢 E就是Entertainment 即是娛樂 要聽得精彩 亦不可以損失我們Hifi的 Hifi有最追求的音樂的質素 至於A就是坐停 避免我們耳朵受損的時候 對我們健康有影響 因為我們本身的聲音 他出的原音是非常純 很純的原音的時候 變成雜音小了 小了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有雜音的時候 我們叫Masking Effect 就會影響我們那個 我們要推到很大才能聽到月音 變成我們因為音很純 所以我們是更加需要更細的聲音 我們就已經聽得到我們滿足的屏幕了 還有F呢 F當然在時尚上 今天我們都會對我們的打扮 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我們還拿著一些塑膠的耳機 我們會覺得 出街上不好看 對我的眼睛 William,我了解了你這種技術 的確對助聽上有一個大的幫助 而且我知道你也有弱聽的事情 是,沒錯 那你如何處理這件事 又如何幫助自己又幫助別人 最主要是我有五成的聽力失去了 那醫生叫我有兩個初始 一就是做手術 一就是做助聽器 那我初期我就先試助聽器 那我就用一個很貴的助聽器 但是發覺那個效果 和令到我覺得很煩躁 和聲音令到我很不舒服 那後來就冒了一個風險 就是去接受這個做手術 有沒有做到Hame 有,我兩隻耳朵都做了手術 換了那個釘骨 耳目是後面的骨頭 那就恢復了八成聽力 但是事隔都十年了 到現在的時候就開始 亦都發覺聽力就開始衰退了 那我相信這也是一個職業病 那你放了些甚麼心機下去 令到在你所發展的技術裡面 可以做到這個助聽的功能 可以做到這個助聽的功能 事隔是在六年前 我們在美國那邊遇到一個師傅級的人物 他就給我們很多指導 用了很多不同的物料 還有做了過千次的一些實驗 達成了一個A8的Driver 這個A8的Driver 他做出來的耳機 我試下去的時候 我是用五成的音量 就已經得到一個很足夠的聲量了 以前我們做的耳機 或者以前我聽的耳機 Villiam 剛剛我聽完你這個測試 我發覺真的挺舒服的 還有很多很細緻的聲音 都聽得到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出現 對一些音響發燒有 碰碰碰 很Rod and roll 會不會因為你為了保護耳朵 去平衡聲音 而那些音樂的發燒有 反而不吸引呢 其實這個 我們看看這個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 用這個A8的技術 已經在當時的音響界裡 拿了一個獎 就是一個最佳的 原音耳機王的獎 所以在這個部分 聲音上面是完全可以的 在Hi-Fi業界裡面 也是接受的 那你跟太太一樣 初初走出來的時候 創業其實都戰戰兢兢的 你有遇過什麼困難和障礙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就是懂得 埋頭去做事 死做死做 是的 很多想法 在科研上面 或者在技術上面 就有很多夢想 但是實際做出來之後 是好東西 不過 沒有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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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銷售 對 很多時候都只是 就是做完之後 沒有錢回來 因為錢就在小了 這個是我們最頭痛的一個問題 那之後怎樣去處理了 這一種的財困的頭痛問題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會去 即我們都要放下自己的薪量 要去請教一些 一些業界的前輩 當時得到有不同地方的前輩 他的那個指導 有一些相關的朋友 他認識人物 他也看到這個產品 真的好 他就去引戰了那邊的代理商 在這個情況等日開始 慢慢發展到今天 是的 創新是公司不可劃缺的素材 創業者想提升公司的業務 就需要為自己的產品創新 Sandy 我知道你是一個翻譯學的碩士 但是可能 你不一定會對做生意 有很濃厚的興趣 或者可能未懂得怎樣營運 那在十幾年前初初創業 你遇到有甚麼困難 或者有甚麼不願意的事情 當時也十年前 我就和我先生一起 開始做現在這個生意 當時我連Invoice發票 是甚麼我都不懂 都憑自己的創意 和我先生一起去拼搏 後來去到最大的難關 應該是2009年 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很安靜 我當然要找客人 我一個月去到十三個城市 從歐洲經過紐約和美國 然後最後一站 去到奧萊哥那邊 認識我師傅 他叫George Cardus 他在我們開發上 幫了我們很多東西 帶了很多新的物料 新的思維方式 我們跟他做了五、六年的開發 在很多的瓶頸上 都因為他的緣故 加上自己的努力 就可以去突破自己的限制 他們不斷地引戰各樣 到今天 仍然在技術上 可以不斷地突破 可以支持到今天 是的 沒錯 創業者要在海外市場拼搏 除了要負起不可預料的意外 還要考慮各國不同文化的需求 Sandy 我知道你現在的產品 已經推出到國內和國外 我想你跟觀眾說一下 其實國內和國外對技術 或者包裝的要求 有甚麼不同 可否分兩下 國內的客戶和海外的客戶 對創新和技術要求都很高 不過有時候 國內的客戶比海外的客戶 對包裝和外觀設計上 更要求要高一點 更高一點 沒錯 所以我們設計時 一點都不可以抹股 就像我們做衣衣風的產品 耳機的產品 我們必須要好聲 亦都要夠潮、夠型 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為了鼓勵自己團隊 去繼續創新 我們亦都會參加一些設計獎項 在2014年、2015年 我們分別都獲得一些設計獎項 有植谷創業支付之稱的 Paul Grammar曾經說過 他說一個好的創意 是令人很恐懼的 如果你有一個令人恐懼 而有特色的產品 其實不妨這樣 讓自己去創造出來 因為你會在路上 碰上不同的貴人 而這班貴人 就會令你不斷地走上 一條成功的路 究竟下一個會不會是你呢? 今集的資本遊戲正式在結束 多謝大家 在我們創業和經營生意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困難 但我經常記住一句說話就是 每年都有春天 每天都有早晨 這個成為我繼續向前的一個動力 年紀大 骨頭脆 骨質疏鬆 和肌肉流失 都令到長者很容易骨折 怎樣可以檢測 和及早預防? 康林在線 今晚十點半 邀場經台 比頭版廣告更搶眼 比雜誌封面更深刻 比戶外廣告更吸引